台北股市沙尾盘 你说这个行情该怎么办 现在在这边先提醒大家 这个沙尾盘的戏码 3月份就曾经发生过 你如果搞得懂外资现在在玩什么把戏 这个时间是绝佳的好机会 包含了大家可以发现 今天不止智源破底 世新KY也破底了 如果你手中有戏制裁的个股 切记这个时间点 细制裁的救星务必要掌握喔 欢迎收看标股空盘术 我是程俊人Jerry 让我带你掌握标股节奏 与法人大户同步布局 好的台北股市真的静观情缺的状态又来了 那现在的行情 越来越接近前波20883点 你会发现今天沙尾盘杀到让人家心慌慌 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提醒大家 第一个今天沙尾盘的这个剧本 今天外资是大卖了200多亿 但是这个剧本3月份就曾经发生过 那待会我们节目会跟大家来聊 你如果懂得去看大盘指数的变化 现在不是你该担心的时候 那当年现在个股几家欢乐几家愁 那我先去说前面几天的节目 我们已经花了时间告诉大家 现在大家都会发现红海很强 好棒棒 好你要怎么靠的红海往上来创新高赚钱 我们聊过了 红海的股价你很难看到它涨停板 因为从3月到现在已经5月了 创新高没有错啊 涨幅很大 超过7成了 有没有任何一天涨停板 没有 所以大家在讨论200块 你现在在170块附近去买红海 了不起 一张三换码对吧 那如果泛红海集团 他有接棒的股票 从底部翻上来 那当然了你如果懂得买 红海只要强势震荡 他不要过200 他只要在170什么换来换去 他泛红海子公司 泛红海集团的子公司 他就有机会比他容易看到涨停 那所以你有拿到这一份资料的投资朋友 好好利用 尤其里面泛红海集团里面 有一档转机股非常重要 好不好 我里面都写得非常清楚 那放送的时间已经过了 那当然我看到很多投资朋友现在的担忧 然后也有人很希望说拿到一份的资料 里面有一档股票可以帮我逆转 所以无所不用其极 真的不用来骗 好不好 你有拿过资料 而且拿过几份 我们在light后台都看得到 对话记录往前看一年的时间 都可以看到你过去一年 拿了什么资料 留了什么话 讲了什么话这样子 那当然有些投资朋友 比较可怜一点 那我不管 你这一边来讲的话 老师我没钱了 对啊没钱你为什么要来拿资料 我们资料非常宝贵 我讲我强调很多次 资料非常宝贵 所以我们会管制 不会随便乱流出去 因为我不要让我会员手中持股 因为里面有我会员已经卡位的股票了 我不要让他筹码乱掉了 好不好 特别留意 那今天的节目 我会告诉大家 红海 我不管他要不要200块 我已经告诉你如何来赚红海了 现在这一档股票联发科 我反而现在要提醒你 接下来换他了 我不是要你去买联发科 因为这个千元的股票 不是所有的投资朋友都很容易驾驭的 好 如果你想要靠着联发科来赚钱 我们这一边 今天的节目也跟大家放送一档股票 我会给你提示图免费索取 那这个时间点 我就开放给我Liant的粉丝 只要你过去没有删我的账号 加我的Liant之后没有删我的账号 然后过去在对话记录里面 没有跟我助理呛吓 没有跟我助理加Liant之后跟他吵架 当然了你过去来搞不清楚状况 留言呛吓的 辱骂的 那不用来 但是你只要留在我Liant 没有坏的记录 我们今天来讲的话 跟联发科集团有关 发科的一档转机股 我会开放给我的粉丝 好不好 看一下今天的节目 那当然今天来讲几家还了几家丑 因为 我相信就是说很多人都会觉得 四星KY 居然破底 前几天外资 喊他的目标价5,130块 才几天的光景 今天居然破底 他前波高点最高是在4,565块 外资刚喊完他5,130块的那个目标 结果今天居然破底 怎么回事 当然了这种细制裁的个股 现在真的很伤脑筋 我相信都说 我们在进入5月之前 从4月底开始呼吁 包含了上个礼拜 5月的第一个礼拜 你有看我的节目 我们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跟大家来呼吁 你要懂得换股 誓言 我们已经告诉大家逃命波了 对吧 你有跟着我一起动作 你现在都会知道 为什么过这个价位 你就是要卖 对吧 现在来看破底 如果你手中还有细制裁的个股 细制裁包含了爱普 包含了创意 来 我再次的呼吁 你想要逆转胜 或是这个时间点 要能够帮助你的资金 在这个第二季的行情 乃至于接下来520的行情 你不要再看到大盘创新高 或是大盘再往上挖 你的细制裁个股往下破底 你如果想要终结这个命运 好 来 我已经呼吁很多次了 细制裁换股的一档逆转胜的股票 好不好 我希望Lite这一边让我看到你 但你要有决心 你不要说老师 那个真的不会了吗 那个老师 我那个资源买在400块 很多人好像都说 你跟我讲 你的资源买在400块以上 然后你跟我讲 我跟你说会反弹 他就要回到400 没有啦 没这回事 他不是我控制的 我只是告诉你 现在法人资金 我早就已经呼吁 人家在棄手他 今天连世新KY也破底 因为利多出来破底 那就很明白了 我们是提早市场 这个破底行情 我就跟大家来预告 你要逃命 我用的那个 那个形容词 我的用词是非常精确 是逃命 所以你就错过上个礼拜的逃命 切记你接下来真的 你要靠换股来做逆转胜 所以你有决心的投资朋友 你现在才来找我的 你错过上个礼拜的行情的 那个5月以前的行情的 LINE AT 小拉薯J78 你要有决心 我已经讲了 你不要后面大盘 再往上涨 创新高 结果你手中细致财的股票 还在破底 那真的就 好悲剧了 好吧 我希望说这个行情 我希望帮助给 第一个果断 果断 不要犹豫的投资朋友 你真的有想要赚钱的决心 就不要什么捨不得 什么的理由 那个理由真的跟我来讲 没有什么关系 不好意思 我们这边LINE 已经超过8000多个人 快要满9000了 一转也要满9000 那等于说换句话讲 每天 只要有10%的人跳出来 就是你只要不管是留言也好 留贴图也好 骂也好 笑也好 或者是鼓励也好 10%就至少800个人 我们算5%就好400个 至少4500个人 你想想看 你一天跟多少个人聊9 所以你要知道 我没有办法说 完完全全顾及所有人 你的心里面的想法 没有办法 我只能从里面挑出来说 你真的有决心果断的 你不要再犹豫的 那种我才能够帮助得到你 好不好 信之来的个股 我这边再次的呼吁 这一档逆转胜的股票 我已经找出来了 而且已经在进场了 现在还有买点的机会 现在还在成本区里面 你不要等它后面拉起来的 往你后面 你往下破 你卖的点越低 然后你换股 成本越高 你怎么可能会 贏得了别人 好不好 我真心想要帮助你 但是时间 时间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好不好 所以我必须在这个时间 跟大家来做强调 那今天外资 反手大卖超207亿 投资朋友 你只要记住一件事情 外资现在在做换股 它会砍细致财的个股 它会砍资源 砍四星KY 它自然而然 它的资金就会流到其他 要接棒的股票 所以我们最近这几天一直告诉大家 外资的资金有去抢进 鸿海集团泛鸿海集团里面接棒的股票 包含了我们一直强调的 泛鸿海集团里面有一档转机股 那一档尤其是关键 那现在我要告诉大家 联发科 联发科相关供应链 跟它有关系的股票 也有 有人是做主升段的中继站 也有人转机股 底部准备要翻起来 你切记 现在这个时间点 我就是一直不断告诉你 基期拉高 主升段已经走完了个股 你要懂得做换股 好不好特别留意 那当你今天杀尾盘 很多人会很担心 我这个尾盘杀起来 好可怕 昨天才拉高 今天来讲的话 也有出现一个拉高的动作 美股表现好像没有说 插到什么地方去 可是台北股市 你就最后面子给你杀下来 可是朋友 大盘你如果会运用会看 5月9号今天礼拜四 这个剧本 3月15号一模一样上演过 好不好 3月15号一模一样上演过 那个时候大盘还没有看过2万点 来 我特别先提醒一下大家 现在外资真的 你第一个 为什么要跟大家来去强调 怕不就定 那外资在送礼物 3月15号 来 就是跟今天一样 一样那种杀尾盘的手法 前一次3月15号 游标在这里 3月15号 也曾经做过 那你这个杀尾盘出来 他就是吸引说 你这一边看空的人 第一个 你的股票 他逼你看对的股票 买对的股票把你请出场 所以今天来讲的话 除了像那种细致财 那个真的是空头个股 或者是那种外资 已经是锁定要砍的个股 那其他如果是外资吃货的股票 你要就把心理准备是 那是外资在压低做吃货 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那你以大盘来看的话 前一次这样杀尾盘 跟今天一模一样杀尾盘了 你看一下 那个时候还没2万点 那一天3月15号 杀完尾盘 跟今天一模一样杀法 后面123 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就直接供到1万9 然后2万 然后你就看到 历史的新天价 20883点 换句话讲 现在外资用相同的手法 他是该干什么 那个时候没看过2万 他用这个手法来上2万 现在他要来做一个 20883的一个挑战 他在这一边也要清理一些筹码 也要吸引那一些 放空的筹码跳进来 重新来做一次的 仰空右空嘎空的走势 好不好 好来 大盘 这样的一个解析 需要1分钟吗 不需要 观念的问题而已 你只要知道说 外资在之前 什么时候发生过相同的手法 用了什么相同的手法 你现在就知道说 为什么 我们会提前的在4月份 就要告诉你 面对行情 2个很重要的观念 来 第一个 你想想看 他就是利用你的害怕 利用你的恐惧 所以把后面会飙的股票 趁这种行情 让你停损 让你乱卖 所以后面股票拉上去了 你铁定 不在列车上 所以怕怕没得到 就告诉你什么 你如果怕的话 你就贪无钱 因为外资会给你惹惹 外资会给你惹惹惹 你真的惹惹惹 你欲惹就没钱贪 这个道理 常言不变 因为外资不是吃素 他不是吃素 他不是像奥弥陀佛一样 拯救世人 佛海无涯 回头是汗 不是啦 外资他不会分你赚 你要有本事 他要让你就说你不怕 我在给你惹惹的时候 你不会害怕 你有这个本事 你知道说外资在送你礼物 外资的礼物你要赚到 你要有本事 你要有能耐 第一个就是你先不能趴在前面 前波2万点就是这么来的 现在要挑战前波高点了 人家再用一只相同的手法 好不好 特别留意 所以我希望说这个行情帮助大家 第一个 快速的把台北股市的趋势掌握到 然后第二个部分 我们会帮大家在鸿海之后 你要留意什么 连发科 那当然今天盘前 礼拜四盘前 早上的8点29分 我们已经先给我的粉丝 在LINE这一边 我相信就是说 你有加我LINE的 你现在手机把它拿出来 我告诉大家 联发科 现在最重要的理由是什么 我已经把理由放到你手机了 当然了 跟辉达合作 AIPC的单晶片 这是一个利多 通常利多 我们已经聊过 你要有法人真的加持 跟辉达合作 AIPC的晶片 你也要法人的筹码 有加持 我上面写得很清楚 三大法人的筹码 集中筹码不退 而且 联发科 现在在半年线的底型 来 我上面写得很清楚 那我先就说 我们已经把联发科的图 传给所有的粉丝了 那你现在来讲的话 看节目的观众 也许你还没加入我LINE 但是没关系 我这边再把资讯告诉你 好不好 除了利多之外 我也告诉你 法人的筹码 三大法人 其实都没有退过 来 技术面 你要知道 这种大型股 大家可以看得到 红色这一条半年线扣底值 你可以看一下 打下来之后突然之间 开始不会向下破底 现在世新KY跟智源 就是差这种形态 因为世新KY跟智源 为什么说 外资已经弃手了 法人已经弃手 抛弃了 所以前面我跟你讲说 300块那是逃命 我跟你说 拉起来是逃命 原因就是在这 因为人家已经弃手了 所以你看到了反弹 你要懂得先逃 原因就是在这里 那你会看到联发科 一样是跌啊 一样是跌啊 前面来讲 联发科也是这样 股价这样从高点修正下来 可是人家就有办法 在一个很重要的均线 这个120人是半年线啊 人家就有办法打底嘛 现在已经回到1000元了嘛 这个你从世新KY身上 你从智源身上 是完全看不到的 所以被抛弃的股票 跟后面会接棒 会有补涨效应的股票 就是不一样啊 好不好 特别留意 这条的半年线 大家可以看一下 瞄过去 世新KY早就已经破了 而且没有回头嘛 人家那个联发科在足底 他在干嘛 他在往下破 因为这条半年线 一样的均线嘛 就是中长期均线嘛 你在这边不打不打底 反而破底 那就是棄手啦 头码面 我们就不用再去谈了 智源更明显了 早就已经破了 而且完完全全 没有任何要打底的意思嘛 所以行情在这边 会接棒的股票 跟被棄手的股票 你要分清楚 这个其实是瞄过去 你需要超过一分钟的时间吗 不需要啊 好不好 来 所以相对而言 当然联发科我们刚刚聊过 联发科的股价 像是回到千金 那你如果没有办法去驾驭千金 没有关系 你要知道说 我们已经告诉大家 跟联发科相关的个股 这个意思就好像 泛洪海集团的股票一样 跟发哥联发科有关的股票 那你现在就要留意了 因为你要看到联发科涨停 虽然联发科涨停的机会 过往来讲是比红海高 但是毕竟还是不容易 台积电 联发科 红海都一样 那换句话讲说 现在联发科后面会接棒 好 跟发哥联发科有关的股票 是不是 就比较容易看到涨停 好来 很重要哦 你前面没有办法拿到 你就是已经拿过资料的 有人2月份拿 3月份拿 4月份也拿过资料 5月份我再给你就过分了 因为你已经拿过3份资料了 你还不会运用 你还拼命要来拿资料 不是浪费资源 所以我把你舍弃 好当然也有朋友是 刚好上个月有拿过 或者是4月份有拿过 很想要这一份资料 那没有办法 我要公平 因为我们有一个规则在 那我已经讲过 我的用意是在说 这一些的股票 我列为黑马股名单的股票 我不要他的筹码凌乱 否则我的会员要怎么赚 买一点还没到 他筹码就凌乱了 那一档股票不是就把他放弃了 所以我必须先保住那一档股票 筹码不凌乱 当然另外一个 你手中都已经没资金了 你都已经前面跟我 complain讲说 你跟其他老师操作 现在已经没资金 现在怎么样了 你来拿资料看什么 我节目游戏规则已经讲了很明白了 你就是没有拿到资料 你就是第一个要骂 第二个就是用酸盒 第三个就是什么 叽叽歪歪 老师你失格 那个对话记录 往前看你自己跟我讲什么 好 没有关系 现在你在这一边 在我Lite这边 没有口出二言的 没有呛瞎的 没有三账号的 没有跟我处理吵架的 好 有的很有趣 那个跟我处理吵架 那我怎么 可能会帮助你 没有吗 好 也许你之前有拿过资料 那你只要 没有删过账号 没有口出二言 没有跟我处理吵架 这一档发哥转机股 我们会 一张的K线图 盖牌 提示图 让你免费来做索取 你今天看我的节目 这个包含 那个资深的朋友 你是我忠实观众 但是你切记 前面是没有跟我吵过架 没有我没有呛过声 没有删过账号的 我才会给你 好不好 今天节目的影片下方 YouTube频道下方的留言板 功课来 一模一样 因为现在今天很多人会怕 煞尾盘煞成这样 我刚刚已经告诉大家 为什么会这样 好不好 走走月就定加一 外资送礼物 我要接 好不好 特别留意 一样是这句话 那我希望说你愿意做这一个动作 愿意把这一句话留言在 我今天节目下方的留言板 YouTube频道下方的留言板 不是留言到我LINE 好不好 你知道我YouTube频道下方留言 这一句话 走走月就定加一 外资送礼物 我要接 第一个 你认同我在这一边给你的观念 第二个部分 既然你已经知道 这一个发哥转机股 是外资送的礼物 观念先 观念先建立起来 你自然而然拿到这个提示图 你就不会浪费 好不好 特别留意 好 这个动作做好 把那一个你留言的画面截图下来 回传到我LINE 小老鼠J78 我们就会将这一档发哥转机股 发哥转机股的提示图 K线图 我们就直接回传到你的手机 好不好 你有本事把这一档股票找出来 你当然有本事跟我会运起赚啊 好不好 好那我希望就说这个时间点 就要是LINE 大家一定要好好运用 因为我发现越来越多人 一定是到股价破底了 资源破底嘛 神机我相信你现在大概也慢慢可以发现 好 那个ETF的换股 明天准备要公开 那你看到神机最近的表现 没有意外 神机应该会被剔除掉 你很担心的投资朋友 我多久之前就跟你呼吁 你一定要把你的资源或者是神机 到底是几块钱买的 总共有几张 你的大名或者是那个LINE ID 大名电话LINE ID 一定要跟我的助理登记 你非得要等到破底的你才来问 切记 换股的时机你还有 但是你不要去想说老师会不会回到 那个300块资源 老师会不会回到几块钱 不要问我那个问题了 因为我多久之前就跟你呼吁 要来这一边登记 要来做换股的 你一直在犹豫的人 最后面这一边 因为接近520 520 还有大概一个多礼拜的机会 好不好 这个时间点我希望说你换好股 接下来会飙的股票 它就可以帮助你逆转 你不要就是说那些股票一档一档拉起来 你后面又什么都没有 好不好 特别留意 今天的节目我已经提醒大家 我不希望你看我的节目 我呼吁那么久了 结果大盘后面时间转折一到往上攻高了 结果你的股票细字查的个股 或是我们所点名那些股票往下再破 我不希望悲剧发生在你身上 好不好 我的LINE小老鼠J178 好好利用它 好不好 那我相信就是说转机股市场上面的代表 今年2024的代表低档就是什么 神盾 这个我相信3月份 4月份 都有人问过我 老师 怎么没有听你再去操作神盾 神盾 我相信 我们那一波的操作是我第一季 第一季的行情里面低低档 获利翻倍的股票 2月26号清光光 从此之后我不再碰神盾 好不好 因为我们最近跟大家聊鸿海集团 泛鸿海集团 今天我要告诉大家 那个发哥的转机股 那2024年最大的一档 转机股代表做是谁 神盾啊 画面围成 你只要在我的YouTube频道有追踪 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尤其是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三个动作你有做 这个你一定可以找得到 甚至2月26号的节目都可以去回顾 当时候它也是因为并购 并购它是一个转机 转亏为盈也是一个转机 就是因为这样大力多 所以才能创造它股价的获利翻倍 来 切记哦 这个观念很重要 因为攸关到为什么 那个 现在我会告诉你 八哥的转机股 包含了你手中已经拿到这一份资料 鸿海集团 泛鸿海集团那一档转机股 我一直要呼吁的原因 就是在这里 转机股第一个 你要去分辨 它的主升段走完了没 一档股票如果主升段走完了 即便是转机转亏为盈 它都非常难再创造一次的奇迹了 来先看神盾 我的忠实观众一定都会知道 神盾我在去年圣诞节就已经呼吁给大家 而且邀请大家一起来上车了嘛 你有跟进我的相信我的人 加入我的会员的 不管是VIP清代都有嘛 这一段获利翻倍 它的所谓的主升段 很多人会问我 老师那个 怎么没有听你再去 讲神盾 你的会员有没有做神盾 原因是什么 3月份神盾再一个 并购的利多嘛 对吧 4月份的夜市这边也有一个 看起来要反弹啊 我从来都不跟大家来聊 今天的股价你可以发现 这个就是主升段已经过的股票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为什么智原 因为包含智原他跟神盾一样 在1月份的时候 今年1月份的时候 他一样都是有并购题材 可是智原只有过完年之后 跳空大涨一天 后面就趴下来了 来 这个就是主升段 有没有走完的差别 我在这一边 再一次的呼吁有疑问的投资朋友 再回应一下有疑问的投资朋友 因为3月开始了 因为神盾的并购的利多出来 从那个3月份开始 3月底那个时候 那4月份到现在还有人问 还真妙 你有看我的节目 有锁定我的节目 你都可以去YouTube频道去搜寻 我最后一次讲神盾 说我的神盾获利是在2月26号 等于换句话讲2月26号 我公开获利出清 我的第一批卡位的会员赚了167% 第二批卡为了会员赚128%之后 2月26号过后 2月26号过后 我就完完全全没有再去操作神盾 安国安格了 好不好 这个你只要在我Lite小老鼠J78 你都可以去比对 因为自从2月26号之后 我就从来没再跟大家 跟粉丝去聊过神盾集团 包含到后面3月份利多 4月份看起来好像也有不错 不好意思我都没讲了 因为主升段已经过了 我们已经赚到那一档股票 那一家公司最肥的那一段 最大的涨幅的那一段了 那个道理跟资源一样了 所以我YouTube频道 你都可以去做回顾 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尤其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这三个动作你有做 重要的资讯 重要的解析你就不会错过 好不好 我在讲什么 3月29号这个大不大 有的人都 老师你怎么没有讲神盾 这个跟今天我会告诉大家 为什么我要告诉你 泛洪海集团里面的一档转机股 我已经送出去了 现在八哥 连八科 有相关的个股 也有一档转机股 因为这两档股票主生端没走完 你会发现神盾我在2月26号出光光 卖光光获利了结之后 3月29号 哇 又来一个并购取得什么日本市场 有没有涨 没有 降下破 5月初的时候 哇神盾迎来最大咖的伙伴 AIPC 算一算 转型IP 今卖AIPC 不会涨 这就是我为什么 2月26号之后一路到现在 不管你从我的line 或是从我的 节目 我都不跟你讲神盾 我完全不该跟你讲说神盾会涨 这边来讲的话 要部署 没有 撞完了 就这么简单啊 我2月26号公开全部出清啊 你有加我lite 你只要没有伤我账号 你手机都会拿出来往上滑 滑到2月26号 有没有把图传给你 你今天股价又要濒临破底边缘了 你会发现这个礼拜的新闻是什么 他有没有赚过钱 没有 连续12季度亏损啊 有没有赚过钱 没有啦 包含了他主生端我获利翻倍 那一段 他也是赔钱的公司 他是因为主生端没有还没涨 主生端还没出来 所以那个并购的利多包含了那一个 转机 或者切入什么市场 他才会带动他股价往上喷嘛 当他主生端走完了 你再利多给他 2次的利多嘛 3月第一次嘛 5月也有嘛 涨不动了 反而利多完你发现股价往下跌 原来12个季度亏损 12季耶 那几年啊 几年没赚钱啊 前面股价会长什么 他主生段还没走完嘛 还没出来嘛 所以我能不能赚到那一段嘛 安国 很多人也在问这一档 老师你去年年底的一个代表作 因为安国跟神盾 我是领先全市场的哦 安国跟神盾包含安格 这个都是神盾集团的个股 我是全市场最会赚的分析师哦 三档股票获利翻倍哦 可是你会发现我已经跟大家呼吁过 因为3月份有人问的时候我就已经呼吁了 好 当我这个全市场最会赚神盾集团的分析师 完全不管任何利多 不再买他不再碰他的时候 这些股价会发生什么事情 一样啊3月29号啊 这也是一个日韩的大单 哇多大的利多 利多出来不涨了 哇 开始原来他也是没赚钱的 来 你可以好好看一下哦 这个我是希望说 现在你要知道 因为现在是第二季 第二季要涨的 会喷的 都是前面主生段还没有出来的 所以你现在要掌握住 一样是有转机 一样是有利多 一样是有并购 一样是有股权之间的 那个小小的你要说那个转换啊 或者是入主啊都可以 因为神盾的集团里面 神盾安国都是这样标的 看一下安国 刚刚看过神盾 现在看一下安国 安国去年11月到今年的1月份 也是一样跟神盾的股价方倍 就代表什么 主生段走完了吗 主生段走完了 你会发现就说 你到后面这边又有利多了 海队不涨 反而往下跌 最近安国的股价 这样子 对吧 有没有办法过得咬 来 这个就是为什么 世新KY今天破底 包含了说智原 因为智原来讲的话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记得 他其实跟神盾一样 同一天 发出 市场发出那一个并购的利多 可是神盾往上创新高 智原却往下飙了 原因就在什么 那个时候神盾还在走他的主生段 智原的主生段先走完 所以利多出来 反而他涨不动 神盾先走完 好不好 这个就是其中的道理 居然是跟大家讲这么多 我要的是 大家现在你要知道 不只是泛红海集团里面 有一档转机股 包含了 来 跟联发科相关的一档 转机股 发哥转机股 现在他也是 整个主生段还没走完 还没出现的股票了 好吧 所以你想要拿到这一份提示图的投资朋友 不管你是新观众还是旧的观众 只要第一个 你加过我的Lite 没有删过账号 或者是你没有跟我助理吵过架 或者是你加我Lite之后 没有搞不清楚状况来嗆聲的 出言不逊的 不管是嘲笑 慢骂 怎么样都好 你只要没有这些坏记录的 你现在今天 可以拿到这一个提示图 免被索取 在影片下方留言 怕怕没就在这里 外资送礼物 我要接 然后把你的留言截图下来 回传到我的Lite 小老鼠J78 你只要把那截图回传给我 我看到我就知道 你是看今天节目的投资朋友 那我会将 发哥转机股 他的提示的K线图直接传送给你 好不好 我相信就是说 只要是我的忠实观众 应该 不会太难才对 好不好 所以很重要的一句话 股票市场都是这样 你最大的敌人 就是犹豫不觉得你自己 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 因为犹豫害怕 因为外资总是用任何的手段 让你害怕 对的股票也要让你停损 对的股票底部 底部的股票居然一大多人要卖 很多人底部卖股票 然后拉起来的时候去追 或者追完之后 人家在震荡做中继站 他在停损在中继站 死在半路上 很多人就是因为犹豫不绝 换股也是一样 好不好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跟大家去 一节目一开始就提醒 你如果手中还有资源 因为相信四星KY比较少 因为毕竟他是千金股 那资源来讲 我相信就是说 节目都可以把画面拉出来 让大家一起来作证 追300块的冤枉 那当然了 你手中有资源 你加入我的会员 然后这一边你跟我说 你要换股的 我叫你卖的价格 是不是就300跟305 对吧 就300跟305 他只有两天的时间 最高 305.5 好不好 你有换了 现在跟自己拍拍手 那张股票你知道 细致财救星是谁的 对吧 资源救星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希望行情已经用答案跟大家来证明了 那你就要知道 今天救老师的节目很重要 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画面为正 我都把新闻的 过去的那个状况 我都把它截图下来 帮大家再翻找出来 怕你忘记 资源他跟神盾一样 在1月15号16号有并购的利多出来 新闻媒体都帮你整理的好好的 但是当时候 神盾就可以往上飙 让我获利126%出清卖光光 资源就是怎么样 就是往下趴下来 涨不动 然后趴下来 所以很多人 在过年之后 资源那个跳高 哇一天航行 追在那一天多 我不要说 不要说什么 真的好可惜 好不好 所以我希望就是说 时间可以告诉你 股价为什么相同的利多 可是不一样的变化 主升段走完了没吗 资源的主升段 我去年7月份 其实就赚过了 你所有宗室观众都知道 资源最大的那一段的主升段 去年7月就走完了 所以他后面你不管创新高 或者是在利多 他的涨幅都只有那个主升段 三分之一而已 所以你不懂这个道理 利多出来用追的 哇 你现在就吃到亏了 所以我希望 透过画面 我为什么讲四星龟 因为四星龟 那主升段我也有差点过 我不是卖最高4000获利了结 当天的节目上面都有日期 2月1号 所以我有没有资格告诉你 你现在有细致才破底的 我能不能帮你把它赚回来 但是你要果断有决心 愿意换股 让我带你做了 好不好 我的LINEID小老鼠J178 欢迎加入 让我看到你的决心 祝福大家 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